大家好呀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请大家看我的这一颗菱兰 这个菱兰有点特别的就是它是一颗粉色的 粉色的菱兰 看这个牌子上面看 很可爱呀 粉色的小铃铛 这是它的全名 这个菱兰是非常耐阴的一个植物 所以我们可能日常再见到的一些是白色的菱兰 它在一些大树底下呀 花园里的角落里面会经常会看到 而且一长就是一片 那是非常可爱的 而且菱兰的这个花呢 也是因为它带有香味 所以也是新娘的那个手捧花呀 或者是家里插花 也是蛮受欢迎的一个品种 我自己是因为看到这个粉色的 我觉得呀 挺特别的 因为我的院子很小 所以我也没有太多的地方 去种 同时呢 我自己家也只能是盆栽 所以它在这里 它这个耐寒性还是很好的 它这个标签上面是写的 你看它写的 不好意思啊 可能比较脏啊 这个牌子 它是到Zone 2 就是耐寒力到零下40度 40到45度都是可以的 所以它非常的强悍 但是在这个牌子 在这个盆上面你可以看到 它会写的是Zone 3A到9A 那就说明它这个植物看到没有 说明这个植物就是 出生好痒啊 就是热也行冷也行 所以我觉得就适合 我觉得真的是挺适合 我家里这样一个环境 因为我家虽然在温哥华地区 可能冬天不至于那么冷 但是去年冬天 确实有一个急寒 零下15度以下 然后在我这个北面的院子 大家前两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 我家有很多耐寒的植物都死了 但是菱兰还是活着的 这一盆菱兰要这么说 这一盆菱兰是我去年 夏天啊 应该是算春天的时候吧 就还没有开花 还没有长很多芽的时候 我买回来的 它当时只是在土里冒了一点芽 我买回来了 但去年没有开花 今年也就一朵 好可怜 只有一朵 来看看 你看看 很小 菱兰的花确实很小 因为我这个去年弄了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也没有换盆 还是在这里面 对于盆栽的话 我觉得可能并不是特别适合它 这种植物 我觉得还是第一栽的话 会更舒服一些 我今年等它这个花过了之后 我可以给它换一个更大一点的盆栽 就是让它有地方再往外发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在中间 然后这个你看都发到这边边上去了 它的根是往地上这么串的这样发 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它再换一个盆 菱兰的关的 它的养护呢 我觉得其实它真的是很出生好养的 最关键就是你不要太晒着它了 所以我就给它放在我的这个角落里面 是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它可以可以晒到一些太阳 但是呢不是在强光的 强太阳的暴晒之下 我觉得这样一个 比较阴一点的环境是比较适合它的 当然也不能 我感觉就是万物生长靠太阳 如果你太阴壁了 就是一直黑黑暗暗的 我觉得通风不好的话 可能也不是很适合它 像如果家里您是新手的话 您也想要一些又好养 又能自己年年发的那种族 我觉得菱兰还得蛮推荐的 特别像有一些白色的菱兰 我感觉好像比这个粉色的更强悍一些 我觉得就是蛮推荐的 如果您家里也是 但如果您也是像我这样 家里是 院子是朝北 或者一个朝北的小阳台 什么的 你想买一些低矮一点的 然后也耐寒也好养的 那我根据我自己的养护来说 我觉得这个菱兰 如果你喜欢它的这个样子 你喜欢它的这个猪型的样子 喜欢它的这个小花花 我觉得那也是可以推荐的 而且确实就是 在我看来确实耐寒力也是够的 然后养护的难度也是很低的 因为它年年自己发嘛 你也不需要修剪 也不需要对吧 过多的像玫瑰那样修剪 要施肥啊 还有各种的虫啊 霉斑啊各种 它这个都没有哈 就是这么的好养哈 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推荐的 白色的玫瑰其实蛮多的哈 粉色的还是少见一点 如果你能碰到 你喜欢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试试看的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 就在这里了 谢谢您 再见了